爱情是一个循序渐进,水到渠成的甜蜜过程 当爱从小小一颗火星到撩遍你心中的草原 其实是有阶段性的 而每个阶段性的递进都是爱情的一次飞跃与升华 每个人的爱情经历都不同 可以根据心理学,我们可以将爱情大概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暧昧期 确认过眼神,遇见了对的人 彼此互相吸引慢慢靠近这一步点燃了爱情的小火苗 彼此交换联系方式 开始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慢慢渗入对方的生活 聊天是一步步的试探 一点点的言语雕拨却假而而止 不敢过风冒进 生怕唐吐了对方 心里像揣了一只兔子般忐忑不安 又像含了一颗蜜剑般甜滋滋 在揣磨透对方的心思 有了一定的把握后 双方才会迈出第二步 第二阶段是激情期 热恋期的情侣如干柴烈火 满腔的爱意往往能让彼此沉睡其中 无法自拔 热恋的爱意能蒙蔽对方的双眼 另一半在自己眼中自在美颜滤镜 一切都是如此的完美 如此的切合自己心意 甚至许下相逢恨晚 此生不患的承诺 双方为了彼此能献祭自我 舍弃自身利益来成全双方 也许焚火系诸葛 也不是玩笑呢 第三阶段是无奈 热恋的高温退去 热恋的高温退去 失去美颜滤镜的对方 露出了真实的模样 原来他也有这样那样的小缺点 加上现实的压力 两个家庭的磨合 使这段爱情进入了瓶颈期 即使是彼此相爱 却因为种种因素 得不到美好的结局 这种爱不得 撕心裂肺的苦楚 令人无奈叹息 第四阶段是无尽的煎熬 身处这个阶段的恋人 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内心虽然牵挂着彼此 却已经不在一起了 思念如潮水般向你涌来 难受到窒息 却无法解脱 可怜而不可说 相爱却不可得 如小火煎中药 越熬越苦涩 升起过无数次 要联系对方的冲动 却又被理智压下 希望自己能快速忘掉 对方得到解脱 却又如溺水之人 牢牢抓住最后一块腐板 矛盾 挣扎 煎熬 其中苦涩 其实实在难以言说 第五阶段 剩下的只是痛苦 不管曾经爱得多么轰轰烈烈 刻苦铭心 此刻只剩下内心的一片荒芜 知道一切都无法挽回 不得不接受彼此分离的结果 以往的幸福美好都将埋藏与记忆 随岁月分化 彼此怀着沉重的心情 整理好各自状态 各自前行 偶尔回头来看 心中泛起振振心酸与甜蜜 爱情是一场修行 我们不如其中 感受爱情的酸甜苦辣 无论最后是否能修得正果 都是一段值得回忆的经历 愿你我在这爱情的修炼场中 找遇良人 感谢观看